大家好,又係我星星輪,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上次做完一個簡單的焗薯蓉 之後,有很多網友留言,特別是外國網友,星星師傅 可不可以用薯蓉做多幾個菜式,又簡單一點,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絕對沒問題的 上次用芋頭就做了一個芋頭餅 今次我們用薯蓉芝士,做一個薯蓉芝���芝 糯米年糕 材料很簡單,一眼看完 我們有糯米粉,薯蓉芝士 我們選薯蓉皮乾肉滑 最重要是不要有肉芽出來 這類型小粒的薯蓉在外國都是相當多的 我們做這個菜式都是相對簡單的 首先,我們先把皮切乾 然後把皮切乾淨 我們把皮切乾淨 然後把皮切乾淨 隨即切成小塊 大家不要像我這樣切 因為我這把刀不太膩 如果太膩,就放在砧板上切 這個芋絲蓮膏 這個薯蓉可能是一個配角 也可以做主角 如果你喜歡吃薯蓉的薯蓉 就可以加多一點薯蓉 這個薯蓉也沒有什麼主要的份量 這樣做也不太困難 我們最重要是切到薯蓉小粒粒 我們就切開火 把薯蓉煮乾淨 把薯蓉煮乾淨 水滾至約15分鐘 這樣煮乾淨 那薯蓉會很快 弄乾淨 然後把薯蓉煮乾淨 現在把薯蓉煮乾淨 現在把薯蓉煮乾淨 其他材料都相對簡單 把芝士拿出來做一粒粒的芝士芯 也可以用這些片桃芝士做的 也可以買一粒粒的芝士 剩下兩塊芝士後,相對簡單 把芝士放進去 然後把芝士放進去 把芝士放進去 然後把芝士放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芝士粒準備好了 看看我們的薯仔如何 薯仔用最大粒的 把芝士放進去 就代表可以了 現在先把熱水倒進去 然後,把味道放進去 apenas把芝士放進去 隨即看到蒜片 兩支芝士去iałem 我們所有芝士used 把芝士變成果乾 跟 continue拉oman 就要把芝士雞肉變成果雞 還有一點點咬口,保留一點點 現在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糯米粉拿出來 把糯米粉倒進去 搓到變成一個...類似湯圓的形狀 期間,我們可能會把糯米粉倒進去 為什麼這個糯米粉沒有太多份量呢? 我們要把糯米粉搓到變成一粒湯圓 現在就慢慢搓 現在就... 做這個,你不要太快加水下去 因為那些薯仔 跟糯米粉,你越搓它 糯米粉就越搓,它就會越濕 我們又看看它們的濕潤程度 那些薯仔有一點熱度 你放第一層糯米粉進去搓,就會比較好些 如果它真的太乾了,你會把糯米粉倒進去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這樣,你搓一搓一搓 如果不是,又覺得它很濕 那你就把糯米粉倒進去 我們最終的目的就是 搓到變成一個... 類似湯圓的物體 當然,你喜歡吃薯仔的 比較多一點的,就像我這份量一樣 你說不是,我喜歡吃到年糕 那樣的 那薯仔就變成配角 那你就可以... 薯仔的份量少一點,就加多一點糯米粉 那我搓到這裏 越搓越越濕,我們就加多一點糯米粉 加了糯米粉之後 我們就再把糯米粉倒進去 再把糯米粉倒進去 再把糯米粉倒進去 變成一個濕潤的 這個... 也是相對簡單易做 而且還不錯 小朋友就最喜歡的了 做一個親子的活動,這也是相當不錯的 這個 那我搓到這裏 我們再加多一點乾糯米粉 這樣 這段時間呢 我們就可以... 用手去搓 搓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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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糯米粉倒進去 那當你搓到這裏 剛才那裏 不是很碎的 那些薯仔 那你現在搓一搓 就變成薯蓉 當然,它都會有一點 一粒粒的 薯仔粒在這裏 那我們就最重要 要保留這些 那些薯仔粒 要不然呢 外面有些做這些菜式 它... 那些糯米粉 它會加少許那些 叫做媽薯粉 那我們就... 做的那些炸薯餅啊 做的那些薯蓉 就全部用那些媽薯粉去開 那我們就... 搓到... 這個... 這個... 程度 那我們就... 看一下 可以不可以 如果有少許濕的 繼續加粉下去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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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分4粒 這麽... 分4粒 差不多了 那麽... 那麽... 搓到這麽... 那麽... 我們就... 搓到... 搓到... 一個圓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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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 在那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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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把芝士的中間 constru government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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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helor就是那麽... 幫好的... 製過了... 然後... 那麽... � measure... 那麽... 比較為某種類的 那麽... 那麽... 謝謝...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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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牛仔的 וא�... 那麽... 糯米搓在上面就不太容易有裂紋 完成了一個 鏡頭給大家看清楚 如果有裂紋也不要緊 我們就把它插一插 然後中間放一些位置 我們就放一顆 然後把芝士收起來 我們就把它插 最重要是把芝士包在裡面 不要讓芝士漏出來 我們先把它插上去 剩下的芝士粒 也不要浪費 那你留下來的話 明天就做些芝士白汁 也有很多用途 完成了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 這樣做 不難做的 大家看到嗎? 這樣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掌握 最重要是趁薯仔 有一點熱度的時候 放些糯米粉 這樣就沒有那麼容易有裂紋 這樣就可以了 完成了之後 我們這邊就 開火了 我們先把芝士燒熱 先把芝士燒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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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容易會焦 做不到脆面 所以就加多一點油 現在就慢慢火 讓它煎到兩邊金黃色 我們盡量放在旁邊 把芝士燒熱 因為燈芯火都在中間 我們把它放下去 頭一分鐘也不要動 讓它煎到它的表面 有一點焦 旁邊有一點焦 現在就可以把它翻掉 翻掉之後 都不要動 讓它慢慢煎 這個芝士燒熱 也可以用焗爐 也可以用氣炸鍋去製作 也可以用氣炸鍋去製作 反轉後,煎了一分鐘,可以移動 讓它在旁邊有一點受熱均勻 煎到差不多,兩邊反一反 基本上兩邊都有一個金黃色的感覺就可以了 竅門說,你必定要夠油,不夠油就做不到效果 煎到兩邊金黃色,呈現有一點脹身 代表芝士波就會變熟了,就完成了,關火了 我們要瀝一瀝油,再把它放得很好 做芝士波,兩邊呈現金黃色,就差不多可以了 因為煎得太久,會有機會爆餡 也是一個簡單易做,小朋友最愛的菜式 喜歡吃薯仔的網友,請按LIKE 喜歡吃芝士的網友,訂閱職人吹水的頻道 如果兩者都喜歡,麻煩你們有頻道會員繼續吹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下支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我幾時都說,懂得看片尾嗎? 片尾有什麼要看呢? 讓大家看看 脆不脆啊? 讓大家看看 嗯 相當熱 芝士呢 咬多一口 芝士流出來 嗯,幸福